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亚文斋印部的负责人 与亚军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亚军你好 你好 亚军想要请问一下就是 我们的亚文斋印部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 以你自己的定位来说 你是把自己定位为第四代的这个负责人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亚文斋的一个历史 亚文斋其实 他是从日本时代开始做 对那时候日积时代我阿公当 当那个亚文斋的那个师傅 师傅OK 后来那时候我阿公13岁当师傅 后来日本人过时 离开台湾了退回日本 OK 我阿公15岁就把亚文斋给顶起来 那时候我花了500 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到我爸爸 增加到我 所以我已经算是第四代了 OK 对至于我们这个产业怎么去做变化 以前在中区的时候 其实有十几二十位老师傅 那时候还是手工的年代 到后来电脑出来了 其实他供给这样增加了200倍 对每个大楼底下其实都是一间钥匙印章店 那时候消费者还不知道印章是用电脑壳的 所以价格一直压低 压低变成说老师傅便暂时在商场上了 那手工一张也就绝积了 变成说我们也影响到了 对那至于我父亲 他的转型其实 简单来讲就是 穷怕了 对因为 以前 我们家是开双币的 到后来 开当工啊 那个当工啊连车门连锁都不用锁 也不会有人来偷 是 对真的穷怕了 所以 选择要 要养家糊口 所以要转型 所以 转型 我们怎么转型呢 就是 其实就再回去 再仔细去研究以前那时候娃公 我爷爷留下来的中顶文 这个文字 OK 去砖研 以前的比如说像以前的 谢东敏副总统啊 或是古王大力光这些他们 老师傅所刻出来的文字 我们再去研究统整过一次 对变成我们现在新的亚文哉 的中顶文 OKOK 你自己就是 很确定 其实中顶文啊 他真的是用在印章上面 他不是什么书法上面的那些什么 撰文啊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要刻在一方小小的印章 他有很多的限制 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 印章他讲求就是 干净 留白 对比 对 并不是说 刻出来 狗狗人看都没有 对其实印章漂亮的点 就是这几项 对 那你就是愿意接 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八年了 对不对 你八年了你现在 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说爸爸看自己以前刻的他都不满意 对我以前看我刻的我也不满意 对啊 你也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都会有这样子 对啊 因为你 技术一定会一直进步啊 技术一定会一直进步 对 而且其实 有一点 就是 对你来说 电脑章这件事情啊 这没办法 时代的一个趋势 他一定这样做 所以你后来就是朝这个 所谓的一个品牌 价值 这个部分 让人家知道说 哇一个印章 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 当官的官印 那个官印多么重要 对不对 所以现在来找你的 比如说那些老板他在 刻印章的时候 本来他来你们店 他可能只是要刻一个 随便印章 结果到你们家店的时候 完全那个想法改观 宁愿等 对 有太多的客人都是来我们家 原本就只是 就是 想要刻一个普通的木头杖 是 结果被我们的 中顶纹 或是 或是一来 其实我们很多客人来到我们的店门口 其他不敢进来 因为这跟他所想像中的印章店 不一样 他会先说 这是印章店刻印章的吗 对 然后确认过后他才敢进来 对 然后再确认说 我们真的有刻 方便客人的印章 还是什么 对 那当然经过我们的 一番介绍之后 他宁愿选择多等个几天 去拿到一个比较 价值性的 比较漂亮的 手工印章 对 而且其实你说你们的这个店里面的 城市也有一个创新的地方 你把那个鼎泰峰的那一种 透明的厨房 也让人家看到你的一个 透明的一个工作过程 对不对 对 其实 坊间太多的说 印章 手工印章 手工印章 那真的是手工印章吗 消费者可以去思考 是 你真的有看到他的工作是摆在店面吗 还是说只有 柜台小姐在那里而已 这是一个消费者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的点 那今天我们 雅文哉我把我的工作台摆在7楼 是 其实就是 跟消费者说 给消费者看什么是真的手工印章 其实这个idea就是跟鼎泰峰一样 对 你厨房透明化 让消费者有信心 对 其实这个想法 这个也是无形中的广告 对对 就会有很多 像我们有很多游客 他们会拍照 对拍来拍去他就会发文转发 其实这就是间接帮我们无形中打广告 而且是零成本的广告 是 对 其实你现在的这个接单 都已经不是像以前过去 我这个印章店就是服务这个方圆 一礼 你刚刚说一礼就有多少位师傅嘛 对 现在这个订单都接到国外了 所以国外 特地就是想要你们 他是外国人 外国人 对 很多游客来台湾 路过了 一定都会路过我们啦 因为车站就在我们啦 OK 他就会路过看到 因为外国人对我们中国文化 其实中国文化是 他蛮 觉得新奇向往的 他就可一可 他属于他自己 他的英文名 他的中文的印章 对 就他的那个谐音翻过来是怎么样的 你可能帮他挑过字 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组啊 因为公司章也是要用 对不对 他可能来刻一张 就是一枚公司张 结果把他们公司所有要用的全部都叫你重印 因为太喜欢你们的这个中顶文了 因为我们 前一阵子有位小姐啦 老板娘来刻印章 她自己小孩的啦 两个印章 OK 刻完回去很满意 是 回去交代他公司的行政小姐 把公司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印章全部盖出来 嗯哼 总共我记得好像11颗吧 OK 对 全部拿来养文再重刻 嗯哼 他不是没有印章 这是因为太 刻过我们家印章 在看 外面电脑的刻印章 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就拿来重刻 对 其实最难的 像那个中顶文 最难的就是 最后在修的地方 洗压的部分 对 他是一个就是有没有韵味 其实一看就知道 所以你说你的爷爷曾经有一个例子 对我爷爷那时候 以前我们家在 工作量很大 在赶印章的时候 我那时候曾经 拿一个印章 跟我们家的佛阿布子 去给一个师傅说你照着这个韵味去刻 是 好师傅好刻了 拿回来交件 然后我阿公其实看了 其实没有说话 后来又自己写字再下去刻一次 OK 等隔一周师傅过来收工钱的时候 他盖出来的样子 跟我阿公盖出来的样子 拿给他看 他鼻子摸摸就走了 是 为什么 因为 没有到达我们家的标准 他知道自己 理亏了 对不对 工钱都不敢收就走了 那个师傅刻了多久 30年 所以其实印章这一块 他不是说你刻得 刻得越久 就代表说你刻得漂亮 其实是你要抓到这个印章文字的精髓跟韵味 OK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 印章这个就是其实要在 我们家出来的 其实才会漂亮 因为其实太多的师傅刻很久 其他的只是把文字的雏形给刻出来 并没有把文字的韵味给勾勒出来 OK 这是一个重要的美美咖咖的部分 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你一个印章 听说本来是多大的 那个长 多长的那个长度 然后一直被你练习练习 然后剩下 一个印章 六七公分长吧 我就一直不断的刻 刻完再磨掉 刻完再磨掉 大概剩 一公分吧 哇 那个印章大概我刻二三十次 对 就同个姓名刻不好就一直磨掉 刻不好就一直磨掉 真的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对 你一定要刻过 博外屋上千刻印章 你才有办法到一个 水准 而且印章又有那么多的材质 对 你要去克服材质的软硬度 是 像你刻牛角或刻一些木头 感觉就不同 对对对 OK 所以但是我们接受刻字化 对不对 所以客人他会提供他要的 然后也有可能你还要特地 帮他精挑细选 对对对 也有很多客人其实他有一些 纪念性意义的 比如说是妈妈传下来的 是 材质 拿来给我们刻 对我们都会去帮他做量身定做 对 其实你自己本身到现在对自己有自信的 所以你还提供一个叫做 叫做印章履历吗 对我们其实 推出这个很久好一阵子了 其实这个叫手工履历 其实 这个概念 这个手工履历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 从头到尾客人的印章 从 磨屏 打稿 出胚到 这一整套流程我们 把它拍下来 是 对 烧成USB给客人 这个其实就是让客人 他拿到这个他间接可以跟小孩说 你的印章是怎么刻的 如果他刻肚脐这样的话 其实你刚刚讲说 这个也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免费广告 对 现在很多人都想要手作 其实刻印章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您对 雅文在印铺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 短中长期 其实目前现在我们就像我们刚说的我们有把我们的工作台搬到棋楼 这方面 然后在未来我们也会跟一些一页的去做一些结合 去做配合 是 比如说我们去摆一些富佑展之类的 是 对啊当然在未来的规划 我们当然会希望能我们的触角都伸出去 比如说去开二店 或是当然去发 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周边商品的部分 当然 开发客户也是一部分 对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很注重 就是说客人他来到店里面 实际上面 就比如说他挑选他喜欢的这个材质 因为毕竟就是用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生意人他一定要 刻个公司章 他是随随便便刻一个呢 还是说 他的慎重去 选了你们家的这样子一个印章 然后在他每一次用印的时候 怀抱着那样子一个慎重的一个做生意的一个 一个心情这样子 来我们家的客人都是盯金 真的喔 都是盯金的 都是 古摸的 古摸的才会来我们家 对他对美的这一块对印章的这一块 很注重的 才会来我们家 其实 我们有很多客人其实开设计公司的 是 跟美有关的 对 他其实他出去签约跟人家干印章 他刻一个 一电脑印章 他觉得盯销没看 他觉得这个印章其实就代表这个人 这个公司的持 对所以说为什么那么 那么现在那么多的人 年轻人不管年轻人好还是什么 都会来我们家想要刻手工印章 对 而且来你们家店还会跟你交代再交代说 你一定要好好传承下去 就一直交代说 叫我一定要传承下去 因为这个已经算是 这种技术已经看不到 对 所以啦你可能就是刚刚你的那个短中长期 我都没有听到你讲说你要开课程 有没有考虑 未来 未来如果OK的话 有兴趣的一些 年轻人如果你想要学 对不妨我可以教你们 对对对 但这个 各个别受课 这种是太多的注意的细节的部分 了解了解了解 然后我相信 这个 很难得的这个 技术 他要传承下来 他 还是要我们有心人 对 那你算是很好 就是说 从爷爷到爸爸到你 能够传得下来 这个真的很吃技术的 你爸爸说研发在研发对不对 对其实 我爸一直 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不要向产品妥协 对不好的东西不要交出去 打坏洋灾的招牌 对 所以说 我们一直秉持的一直的观念就是 做到你有的我有 我有的你没有 对所以说 我的你能做的我做得到 但是我能做的你绝对做不到 对 然后就一直 去开发一些 通路啊 一些 产品支线啊 就是一直RD再RD 一直研发再研发 不管研发 产品线啊 通路线啊 有的没有的 对 其实我记得我常常 我父亲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以前老人家说会去讲话来 讲话来 不可以看话话 其实这句话 在我父亲的观念是错误 OK 他觉得 你在这个产业 你要专机没有错误 可是你要看外面的产业 怎么去做变化 你可以去做斜杠 是 这才是对的 对 你爸爸他的学生 你以前的这种俗语 不是用现在这个 这个年代这个环境 没错 最后再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家 因为其实现在整个的这个 企业都要转型成那个 ESG 包括你们家的这样的店 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 需要预作准备 那你们家的这个印尼是环保印尼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 一个环保印尼的开发 以前 因为 这就是我们转型的过程 我们一直开发周边商品 短线补偿线 OK 对我们开发这个印尼 当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看到 SKII化妆品 女生的粉扑 觉得很漂亮 我们临机移动想要拿来做印尼 OK 这边有个印尼 临机移动 就很像女生的粉扑 小小的出去携带方便 去银行用 OK 对我们用这个概念 变成说到之后有很多的 银行啊 有的没有的 他们的每年一年四季的一些公关赠品 都会找我们订 哇好棒喔 而且它是可以实用的 对不对 实用的 为什么 这个点又是哪里来的 食品级的 因为其实 有那个 公庙其实要盖湖啊 然后烧一些 敷水 然后去给一些 修缸的人喝 对对对 其实你要想以前穿这种印尼 为什么人家觉得合下去有点镇定的效果 因为里面都是含重金属 拱 拱其实就是会震进人大脑的 一些思绪 有没有 破坏神经啦 简单讲的就是这样 它是重金属 可是这种吃下去东西真的好吗 所以我们后来才开发这种环保印尼 对不对 它是食品等级就对了 食品级的啦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人问我说 你这个可不可以盖八包 贵上面不是要盖红红的那个 对 那个东西 那个其实就是你要用到食品级的部分 对 OK 好喔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谢谢 我们可以邀请到 雅文哉印铺的负责人李亚军先生 跟我们讲 这个特殊的一个领域 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 该要延续下去的一定要延续下去 有新人 然后或者是第四代 然后我们不断的可以把这么好的记忆 维续下去 一颗印章 它的一个慎重 它真的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 急救章的东西 然后在美感啊 还有在很多的这个上面 用一颗印章可以 它根本就是叫什么 一颗永流传 它比钻石还有价值在某种角度上面 今天再次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